動物界竟然有霸凌的事件嗎 南投的集集有民眾發現到 一隻灰色的鵝不停的把鴨子的頭 給壓進水中 讓這鴨子是不停的哀哀慘叫 最後還是靠旁邊的白鵝出手 救了一條鴨命 霸凌 灰色的鵝好凶悍 踩在白色鴨子身上 餓狠狠用嘴猛啄 鴨子被鴨在水面下根本抬不起頭 這裡好像這麼鴨子而已 體型瘦弱的白色鴨無力招架 只能任憑灰色鵝欺負 這時救星來了 一旁一隻白鵝實在看不下去 建議有為跳出來 和灰鵝展開搏鬥 終於救了白色小鴨一命 可能鴨子都會不少的行為 但是所有的利益選擇下 就是鴨子去侵犯到 所以它有引起大多的現象 原來鵝的領域性很高 才會傳出霸凌事件 只能說動物世界無奇不有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記者陳一潔 陳家貴 南投報導